我们讲狮子很喜欢被看见 对不对 所以确实他们一谈恋爱 他们不太喜欢那种偷偷摸摸 我们谈一个低调的恋爱 他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现在多幸福 我谈了一场新的恋爱 所以他们就是那种 各种那种惊天动地 或者是那种好像很大手笔的事情 会让大家看见的这种行为 他们就会做出来 所以你常常讲 这个狮子的朋友最近又谈恋爱了 可能就觉得 好像他也是发生了一些 很偶像剧的故事 来 阿明达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总是把恋爱 当成在做偶像剧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 月亮 金星跟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看看 首先第三名 如果是有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大家想处女座不是很理性吗 Hower也是双鱼男 对啊 我们两个是双鱼 Hower月亮就处女座 很难很合 对 我们来看看 处女座通常很理性对不对 但是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他酌于恋爱 他会照抄偶像剧的剧情 对 因为有一些处女座 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一板一眼按部就班 可是这样子怎么谈恋爱 对不对 所以聪明的处女座会想 偶像剧都这样子演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故事 照搬到我的恋爱当中 比方说可能女朋友生日 我不知道送什么 偶像剧说我们要包一家餐厅 然后请人来这个演奏音乐 他就会照着做 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跟处女座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真的会有在谈偶像剧的感觉 但我讲这是谈恋爱的时候 进入婚姻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二名呢 我们说如果是落在 狮子座的朋友 没有上榜 两位都没有上榜 但狮子座的朋友呢 原因是 他就是喜欢惊天动地 你去观察狮子座的朋友 因为我们讲狮子很喜欢被看见 对不对 所以确实他们一谈恋爱 他们不太喜欢那种偷偷摸摸 哎呀我们谈一个低调的恋爱 他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啊我现在多幸福 我在谈我谈了一场新的恋爱 所以呢他们就是那种各种那种惊天动地 或者是那种好像很大手笔的事情 会让大家看见的这种行为 他们就会做出来 所以你常常讲这个狮子的朋友最近又谈恋爱了 可能就觉得哇好像他也是发生了一些很偶像剧的故事 第一名呢 我们说落入的星座 如果有就是双鱼座的朋友的话 两位都有上榜 双鱼座的朋友呢 互动会比较夸张 但是享受其中 双鱼座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讲心情的这种情绪起伏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就是确实有时候事情 你这种一点点对方做了一点小事情 双鱼座会觉得我内心好感动好感动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点的反应出来的 但是呢你看到像两卫星盘 Howard虽然太阳双鱼 但是你的水星在水瓶座 所以以这种恋爱或是感情观来讲 你是那种内心充满这种浪漫的情景 你内心也很柔软 可是你的想法其实又是很理性的 是 所以像刚才玉兔说 你很少送花对不对 因为他会觉得 其实我很想要送花 但我觉得花很快三天就枯萎了 我们送一个实际的东西可以用很久 你每次看到他都可以想到我 或是不要送 或是不要送 全省下来吃饭更喜欢 那像玉兔的星盘 我们简单说 其实你对感情 对另一半真的很包容 好 但是呢 就是有时候 Howard也要体谅玉兔 玉兔因为很包容 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的委屈自己 可是你真的很期待 就是那种 对方只要对你讲几句甜言蜜语 你就会觉得 哇 你看就像偶像剧那样子 他就会说他永远爱我 玉兔就很满足了 好 但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 有时候你真的要多想想自己 我们讲多爱自己一点 这样两个人的互动 才会更美好的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想到夫妻再怎么恩爱 都还是会有小摩擦 所以玉兔你们生完小孩之后 有过一次很大的冲突 对 那时候是因为小朋友六个月 然后我们要去韩国参加 那个星宋手机的广告 那你要带六个月的宝宝去找 我们六个月的宝宝是主角 对 然后我 我们那时候导演是廖仁帅 然后他是当那个广告的副导兼演员 对 然后我们宝宝他一个主题就是 他是那个宝宝超人 然后做了一连串的事 因为他那个广告是要拍韩国很多的街景 这样子 所以六个月就出来赚钱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也是很紧张这样子 然后我们到那边的时候 就是他们是几乎都没有睡觉 因为他们除了要拍片之外 他们还要去神宋就是参观他们的公司 那就是一年串很大的行程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那时候我们也真的也没有去玩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回台湾了 然后一过机场的那个海关之后 他就说我就看到那个前面有那个就是贩卖的那个免税商品 他说来宝宝你去放飞自我好了 我想说yes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 然后我就抱着小孩 我就去那个贩卖部开始就挑说要泡菜啊 然后海苔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就开始在那边挑得很开心 然后我先生就说 你把宝宝给我你好认真的逛这样 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啊 然后他就一直坚持 我想说好了能不能坚持的话宝宝先给你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一边然后要准备结账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先生在那边大喊 他说你知道飞机要起飞了吗 然后我想说刚不是还在放飞自我的状态吗 然后因为已经站无人人出来叫人了 对然后我就心想说什么 然后我还在结账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他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没有提早给我讲 他说我刚才一直在那边叫了很久了 然后因为他平常也不是真的会发皮 而且他脾气很好 然后你突然对我大胸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狂冲 狂冲冲到那个登机门口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推那个婴儿车 其实那时候还有新手爸爸 东西就很难收 他说小孩子给你 然后他开始在那边收这样 然后手忙脚忙 因为就真的很害怕 整个飞机都在等你们 很久耶 整个飞机都在等 而且那个站无人人是从那个登机口 跑好远的地方 跑到这边找到我们的 对 然后我就一上飞机 我们一上就是一到那边之后 我就要把小孩子 上飞机所有乘客都说 对 对 所有乘客都在乘客 对 就讨厌我们这样 然后我们要把小孩放下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们的宝宝的一个袜子不见了 我说 袜子怎么会不见了 那感觉飞机停 停 去找袜子 没有 没有这样 然后因为我们在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有讲说 因为小孩子那时候会提提 就把袜子弄掉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把它收起来 怎么又 怎么突然穿上一只 他说因为我刚刚在挑选 那个泡菜那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已经穿上去了 他说就是因为我在跑的时候 把袜子给弄掉 我说没有 才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 然后他就开始骂我 他就说什么 你怎么用那么久 什么什么的 就开始骂我 在飞机上吵 而且我是坐第一排 然后 所以所有客人都听见了 对 然后我就说 但是因为我刚刚在结账 然后因为我们同行的 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商品 也是交给我结 但是因为他给我的钱 是少 就是太少了 他其实要负债更多 所以我还在算那个东西 我就要变成 就是付钱之后还要刷卡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骂我 我说你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吗 我说我坐在第一排 全部人来看我 他没有在客气 一直狂骂 他说什么 这就是你弄掉 你在干吗 什么什么那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有够委屈 就是我跟你结婚之后 我们就是 我们来到韩国工作 然后我也不是真的去买一个 什么奢侈品 买了一个什么 帕拉的鞋子 还有肯尼尔的包包 我就买了一个泡菜跟海苔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特别什么卖 你可以提早跟我讲一声 然后大家都要看我 这台飞机是飞往台湾的 大家都要看我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然后他就很生气 一直骂我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的 就是我们吵架影片 应该会被放上网路上 因为他实在太生气了 是大家都前后舞牌都听得见 原本都这样瞪他 然后瞪到后来他妈 对 哪里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要跟他解释 我说没有 我跟他讲说 为什么时间会拖那么长 什么原因 然后他就觉得都是无问题 然后他都没有想要听我解释 然后他就很生气很生气 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 就是 你知道人就是开始 就是那种从交往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他就把它全部翻出来 全部都翻出来 就是 就是 你妈妈都这样 我都嫁给你 你还想怎样 就是那种突然就是很委屈 所以虽然跟他相处很幸福 但是 我就也什么都不要 就是 我们妻子是算是奉旨成婚 然后我也没有婚礼 然后我也没有求婚 我就这样嫁给你 然后现在在飞机上面 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很委屈 什么 你到现在还没有婚礼 对啊 也没有求婚 也没有求婚 就这样子就生小孩 对啊 到目前为止 好悲哀喔 而且 干嘛这样子 就离自己 离一个女生 所有的梦想 直接毁了 而且我爸爸跟他妈妈见面的时候 还是我小朋友抓粥的时候 就是抓粥 还是我自己办的 我就觉得很悲哀 我就觉得很难过 然后我想说我嫁一个老公 不就是想要他懂我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子 就大家都爱看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 大家变成更多人在关注我了 然后他就是 他就不听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 他就忽然很生气 然后一到 就是我们在整趟路的时候 他都超级无敌神气 他对我超不耐烦 一回到家的时候也是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他是就整得很累 因为他几乎没有睡觉 然后后来他就睡觉 他就完全不理我 他超生气的 然后后来之后我就觉得 我就开始哭 就把我小孩被哭 我就觉得 算什么变成这样 然后我心想说 如果是男朋友的话 可以说分手我就分手 但我现在结婚还有小孩 就是我后来感觉 这就是人生 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 就以前就是可以分开就分开 但是我会试着 想要一直跟他沟通 或者是我会想说 他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就是会讲说 你怎么这样子 然后后来起床之后 我想说他起床会好一点吗 就他起床之后也没有好一点 他还是我们还是一直吵架 就是他他有自己的想法 就我们两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要跟他解释 他也不听 他也不相信我 然后后来之后 他就是突然 他就冲出 就是说他出门 因为他真的心里太太差了 然后他就传讯息 给我说 宝宝就今天就麻烦你了 因为平常就是 他会陪我一起顾宝宝 他说今天辛苦你了 然后他就传讯跟我讲说 他说什么 就是他不是故意的 但他真的心情很差很差 然后我一看完这个讯息之后 我心情也软了 我就说 我就说我知道 因为就是我们在韩国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 因为他就是和 对 他和工作人员住在一起 他们像是选手一样 对 然后因为我就等于说 我们在诊 因为那时候宝宝已经 八 九 公斤 十公斤 我就诊他在韩国 我就这样抱着这样子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 我们要做一个是小朋友 像超人在飞 所以他是要把小孩整个扛起来 在路上跑 然后就是他的小孩 然后用很重 所以他压力也非常非常大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传完讯息之后 他就说 我说那你管他回来 我煮饭给你吃 然后他一回来就说 我现在是不浪漫的人 我就是如果算 我跟他交往到现在 他可能送我的花 可能不到五次 就不到五次了 然后那一天他一打开门 他就拿着玫瑰花 然后开始就流鼻涕 流眼泪这样子 然后就哭 他说他不应该跟我吵架的 然后我回来就想说 好可爱 因为我觉得他很在乎我 就是他是知道我很难过 是舍不得我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和好 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 原来夫妻就是这样 就是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们要好好的沟通 你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两个人都会笑 很穷瑶 对 对啊 把恋爱当偶像剧来演 对啊 对不对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